大家好,今天说到一个材料 就讲说这个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因为细胞子生病了嘛 所以这个中南海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这些人的所有的看点 其实都是仅仅看见了 中南海这边对这个中共的主流媒体的操控 那当然了,我们这些人 有没有参加过土工中国的高层会议 军方的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们唯一能看见就是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重要电视台 就这些个媒体的这个主流的媒体的 一些个具体的重重头的报道 哎,这个东西呢 最近的就给人很奇怪 是不是,我们都看得见 就一会东南一会西的 东风吹在毛泽东,西风吹在毛泽东 让别人很多人觉得搞不通 前后冲突,前后矛盾 没有这个可用之人 没有将才 都是一帮鲁挪 都是拍他马屁的 关键是跟毛泽东都没有啊 自己的身体无好 心有余而离不足 说现在整个中南海啊 过去呢养了一堆的太监 养了一堆的所谓的大臣 是不是 你看西包子上来 他把过去的所有人都拍死了 一个都不留 就留了个王沪陵 其他的全都给我扫地出门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些人能够跟他这个 岸前马后啊 能够这个冲锋陷阵啊 能够为他这个遮风挡雨啊 能够为他这个开拓江山呢 是不是 结果他妈的一个一个的都是怂抱啊 看到西包子身体不打好了 一个一个的都换姿势呢 一个一个都准备盘变了啊 这是这种情况 他没法愣是不是 他不可能说突然我把这帮孙子 都一个一个给拿下 再换一批人 当你毛泽东就这么干的吧 他是他觉得这帮老东西 跟我一起打江山的 现在我他妈当皇上的 你们都不听我的 你们都都都看不上我 你们都要从我的手上夺权 不行 我得用一批新人 所以毛泽东是他 为什么会有王洪文 你这种250呢 是不是 你不是有毛病吗 王洪文他不管他怎么样 他他没有文化呀 是不是 他啥都不知道啊 但是毛泽东他就是要用这样的人 王洪文 张春桥 姚文元 是不是 你说你用江青也就算了 毕竟是你老婆 不管怎么的 江青呢 也是从延安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是不是 你说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尤其是王洪文 这个孙子 他懂啥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西包子 他也想这么干 他没人呢 大家有一段时间还记得吗 他他妈的特别点名 周小平花仙峰 还有这么几个小傻叉 他其实是想用这样的人 因为用这样的人如果用好了 他真的愿意为习主席去死啊 但是现在这帮人呢 都是官僚阶层的极得利益者 李强 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 官僚集团的极得利益者 完了以后 这个什么 李希 什么的栗战书 不是栗战书 赵乐际 包括丁薛祥 这帮孙子 就七个常委 包括所有的政治救委员 都是官僚阶层的极得利益者 以前我有跟大家讲过一个 我从这个黄仁宇老师那里 嫖过来的一个分析模型 他把中国的这个社会啊 把它解释为夹心饼干 夹心饼干就上面是一块饼干 下面是一块饼干 中间是一块什么呀 中间是一块有营养的 甜甜的 香香的 好吃的东西 所以夹心饼干就中间的那层好吃 上下两边的都不好吃 或者叫做汉堡包结构 或者叫做西安的什么肉夹馍 它就是肉夹馍 上面一馍 下面一馍 中间是肉 你吃肉夹馍 你吃的是中间那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讲中国社会是个肉夹馍结构 他当然他没说肉夹馍 他说是个汉堡包结构 汉堡包那是西方人的东西 中国也有汉堡包的 就是肉夹馍 西包子最爱吃的 西安人最爱吃的东西 官僚阶层就是中间的那个东西 肉夹馍中间的那块肉 知道吗 所以这帮孙子看见习主席身体不好 看见习主席大权有点庞诺了 看见党要坚持党的集中领导了 不再搞个人崇拜了 立马他就慌了 立马就准备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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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起来了 就对脆胞子没那么衷心了 这是一个常态 一直以来的都是这样 过去的封建王朝也是这样 连毛泽东搞的时候都是这样 你知道吗 毛泽东为什么最后越搞越差呢 就是因为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帮老东西 一个一个不买他的账 所以他急了知道吧 一方面的收拾这帮老东西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嘛 把你们这帮老东西给扫地出门 完了以后是吧 要启用新人 年轻人 他说了一句话嘛 年轻人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在你们的身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鼓动年轻人起来 干这帮老东西 然后呢在年轻人中间找几个牛逼哄哄的人 然后一步就把他拔到中共中央副主席 是不是 牛逼嘛 一个一个小傻叉 一个工人 是不是 又不得了的事情 习包子也想这么干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没有毛泽东当年的威信呢 而且你也没有毛泽东当年的眼光啊 是不是 再说你的尸头没到啊 很难 他说这个习包子现在非常的感叹 就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里边就只有一个人在听他的命令 一个人为他卖命 一个人为他按前马后 一个人为他冲锋陷阵 这个人是谁的 这个就是蔡奇 说这过去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主流媒体 土工的主流媒体啊 释放给老百姓的信息 前后冲突的 左右不搭尬呢 是不是搞得别人就是看不懂呢 一会觉得细胞子要死了 一会觉得细胞子有大圈在握 都是这个蔡奇这个人啊 就是有时候老瓜子一拍啊 摸着自己的光头 说操这么干 一会儿又想那么干 搞的是什么中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新华市这三家主流媒体机构 完全不知道中南海中办 蔡奇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有各种的无理头的指示 各种这个前后的矛盾 整个国家都乱套了 但是呢 细胞子也知道这个事情 他心里明白 你看他想问题 他不想一般人怎么想 我们就看到这些消息 我觉得中南海是不是乱套了呀 怎么声音不同一了呀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一会儿毛一会儿不毛的呀 是不是 一会儿东风吹那毛子 一会儿西风吹那毛子冬的呀 不是 西胞子他不怎么想 西胞子他说 卧槽 中南海就只有一个人还在为他卖命 其他的几个孙子都一个一个 换姿势了 或者是准备换姿势了 所以他现在有他的想法 毛泽东当年遇到这个事情以后呢 他有两招嘛 一招呢 就是 一招就是利用年轻人搅局嘛 什么王洪文呢 什么知青呢 然后去打打杀杀嘛 是不是 然后说了一句很牛逼的话 是吧 从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智 先给我乱起来 为什么文革有十年浩劫 那就是乱呗 年轻人瞎搞呗 毛泽东有益安排的 年轻人好忽悠啊 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建了六十多处行工 是不是 开着他的绿色的绿皮火车专列到处晃 他基本上不怎么在北京 他就在火车上 在火车上找了一对小姑娘 为他服务 然后约炮 他就搞这个事情 说习主席现在也想搞这个事情 他现在开始打造很多的行工 说过去的熊安新区也是要搞成行工 结果没搞成 一个一个鬼城 现在准备把西安作为他的副都 作为自己的行工 作为自己的根据利益 是吧 然后在西安这边呢 找一批自己信得过的人 不相信这个中南海的这帮官僚阶层 这帮夹起饼干中间的那块肉 他不太相信这个事情呢 这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要走到的这一步 他没有办法的 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每一个朝代都这样 大家还记得西安这个地方 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吧 是从邓小平开始以来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这么四朝 四朝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只有习包子把西安打造成自己的副都和根据地 然后在西安这边呢 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国际盛事 邀请一堆的黑人在那里走秀 是不是 一堆的外国的这个元首在那里走秀 搞的是真正是万国来朝的感觉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 你搞万国来朝 你在人民大会堂搞呗 是不是 最不尽你在雄安新去搞也行啊 是不是 因为那是你自己建的一个新地儿嘛 没有 跑到西安去搞 那叫你挠面伤残 那在西安搞的时候是谁在搞啊 是国家安全部在搞 国家安全部是谁在指挥啊 是他的弟弟在指挥 所以他们整个习家人都是以西安为根据地的 因为西安是他的老家 啊 整个陕西西安是他的老家 他爹也埋在那边 是不是 习近平以后死了以后准备也要埋到那个地方 也要在那里建一个习近平坟墓 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要在当地要建一个副都 有另外一套班子听习主席的绝对指挥绝对命令 然后再搞事儿 那有人就说如果这么搞的话 那西安跟北京那不就是打起来了吧 当然也有人说西包子把西安做自己的副都 也算是一个民之之举啊 因为西安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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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朝的古都 古都嘛 是不是 西安那是希望长安嘛 长安那古城古都嘛 是不是 这个唐朝不就就建都在这个地方嘛 也有他的想法 总归西包子现在就是什么呢 身边没人 他的那些个太监其实都靠不住 目前就只有蔡奇一个人听他的命名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谢谢 谢谢